小小的停电 小心可能也会让你损失不小的金钱呢 就是有民众向我们中天新闻来投诉说 台电突然停电 无预警的 瞬间呢 害他家中电话主机统统挂掉了 整组电话发出嘟嘟嘟这样的高音超刺耳 耳膜都快破了 而且烧坏的主机 微消费居然高达一万五千元 早一分钟 晚一分钟都没关系 就在同时停电 然后电话马上发出嘟嘟嘟嘟 说所有家里的电话都这样 一场停电莫名其妙地让家里的电话都不能用了 陈太太非常生气 这个月13号收到停电通知 公告从凌晨0点到6点暂停供电 但在停电的那一瞬间 家里的七只电话全都发出奇怪的嘟嘟声 吵得陈太太不能睡觉 干脆把电话的电源线给拔掉 没想到一回复供电 电话主机交换器 突然发出蹦的一声 就这样坏掉了 主机这个电话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坏掉的 然后他是说你们就是什么瞬间电压过高 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 我也不懂啊 电话主机突然损坏 台电公司坚称一切程序都正常 但主机代理商却认为是电压过高 找不出真正的原因 陈太太只能够自认倒霉 付出一万五千元的维修费 有可能是使用太久 机器老旧问题 才会造人家 专业人士认为家电使用时间过久 或是本身品质不够好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损坏情况 民众在选购机使用家电的时候 还是得多加留意 专业新闻下询成胡佳珍 台北仓库报道